《苹果之星》肖洪仁当黑鸡事业头家花光80万老屋烟城游泳池动画 歌手肖洪仁24日在台北Legacy举办唱歌不多说演唱会 下月8日将于是台中Legacy开唱近期少在音乐圈活动的他 2月时悄悄在西蒙廷附近开了间出声手冲咖啡店 他接受苹果专访笑说花了两个月时间翻新老屋 所有积蓄80万元全花在上头 而他的一楼是咖啡店 地下室原本是储藏间 他临近一栋改成展演空间 开放音乐人租又演出 奥尔也会在店内表演 肖洪仁2014年因演出音乐剧《天天想你》 饰演文青咖啡店店长 当时为了诠释角色 特别去咖啡店学习 也因此开始喜欢咖啡 从咖啡瓜尔包研究到咖啡豆粉等 冲泡咖啡约莫二年 萌生开店念头 至于原因 他表示层列出现矿最想尝试做的事物清单 第一顺位就是开咖啡店 去年才真正实行 他从去年10月开始寻觅店面 看到的第一个店面是在台北植物园附近 第二个则是西蒙廷附近的市场小巷内 他表示当时虽然屋矿不好 但他很快就决定要店纸 以每个月运2万元租下一楼级地下室供22平大小 咖啡店内约可坐16人 地下室原是放置杂物用 但他零金一栋盖位展演空间 开放出租给表演者使用 约可容纳60人 谈及展演空间 起初地下室回鹰大 加上怕演奏时吵到银居 他在墙壁板才挑选上费不少心力 场内灯泡走温新风 希望打造像在自己房间般的舒适感 乐器也是由他提供 表演者可视情况自备 但表演者上台必须拖鞋 因空间小灯光亮度夜的靠表演者字迹调整 他也分享装潢店内最难忘的是 因为它设老屋 有话粪池 马桶问题要解决 把台后原本也设计是客人用餐空间 但是工前一天下大雨 发现会漏水 当时师傅打电话给我 我还在睡 一接电话就听到 你店后面便有泳池了 让他一度担心又沮丧 索性其余时工状况都还顺利 两个月后 出生咖啡店完工 顺利开幕 目前营运四个多月 收支打平 仍在耿耿歌唱 事业及副业的他 问及感情现况 透露症和小八岁的圈外女友交往中 笑说现在蛮好的 前女友也喜欢咖啡 彼此的想法蛮契合 店内的小琉璃灯 也是因为女友才找到 他用光继续打造咖啡店 虽笑说自己没有咖啡师相关执照 凭住一股热血就开店 自亏 哈啰 这样可以开店吗 但你们已经在我店里了 哈哈 谈及经营知道 他表示是专注于手冲咖啡为主 没卖意是咖啡 虽然有客人因此离去 但目前收到消费者回汇都是好的 让他经营越来越有信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